所以現在目前這個病毒的 不確定性還非常的高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目前在日本這個鑽石公主號 上頭的這些遊客 心驚膽戰在過每一天 在今天果然又在激增了 44例確診 一共船上218人感染 那麼據說現在有大概3000人 還沒有做相關的檢測 那麼現在日本政府 也在考慮說 是不是要全船檢測 當然很多的專家也都說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才說要做 如果你在一開始的都全船檢測 是不是就不會大大提高 感染的風險 韋翰 其實我覺得 很多專家對我在談 因為畢竟兩個case雖然不同 可是都是郵輪 寶瓶星號跟鑽石公主號 或許因為寶瓶星號的人數 是1738 那也不少 很多 鑽石公主號那3000個 多了很多 多了1000多個人 可是處理的方式完全不同 他把鑽石公主號放在橫濱港 其實就是鄰港也是在那裡 然後大家在上面持續的 你看後續現在傳出來的 這麼一段時間以來 船上上面有被確診的人 大家還一起吃飯 還一起生活 你覺得病毒散佈在船上的各個角落 有這種感覺 我很難想像就是 不只是生理上可能被傳染 實驗室一樣 就像實驗室一樣 對 心理上壓力會有多大 因為我本來沒事 但我再待一個禮拜 我可能就確診了 所以其實我不能去批評 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可是我覺得 日本政府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沒有採取 因為日本也很大 雖然3000人很多 你也可以讓他們各自 在不同的地方隔離以後 至少然後分區 分採樣以後 讓他們在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的分區 回到家裡去自行自主管理 很多種沒有 他把他們3000多個人 就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一直爆出那個 從10個 20個 60個 70個 100多個還在往上走 所以這個我是真的覺得說 日本政府這個事情 我覺得或許專家們 各國的流行病學的專家們 大家可以待事後 等這個case過去以後 然後結論也有了以後 再來做檢討 第二個就是船上有台灣人 就是說中華民國國籍的人 我們在談剛剛武漢是一波 然後外配 陸配的小孩是一波 這幾個是台灣人 這沒問題 這沒有我們剛剛 跟國籍選擇的問題 那怎麼辦 就是說我們既然知道 只有20幾位 其實以現在目前台灣的醫療的 陳志忠不能講動能 我們的負壓病床也有 而且他們 還有很大的空間 對 他們現在也不是說 已經重症了 怎麼樣需要馬上出席 只是回來 回來台灣我們有好幾個隔離所 把他們帶回來 然後隔離他們可不可以 派一個專機 你說大陸不讓我們專機過去 我們專機可以去日本 華航可以派個專機去 然後那個專機 你說大陸的武漢的撤回 既沒有隨行人員 又沒有醫療 又沒有怎麼樣 我們這個總可以吧 日本現在跟我們關係 不是最好的時候嗎 安倍竟然還支持我們回WHO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是 已經有船上的台灣人 寫信說拜託蔡總統 你救救我們吧 後續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 能做事情還滿多的 不只是跟菲律賓抗議 跟怎麼樣 義大利嗆起來說你不要搞錯 跟WHO講說哈囉什麼的 不只是這個而已 就是說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日本政府的舉措 事後我們可以再回頭來看 看看專家怎麼說 我是覺得好像感覺不太OK 我們政府能做什麼 這20幾個在船上已經被 等於拘禁這麼久的台灣人 他們也很希望能夠離開那個 回到台灣你告訴他說 你如果有生病必須要隔離 如果你沒生病也要潛伏觀察 我相信他們都會同意的 所以趕快我們政府趕快去把 不知道就算了 都已經知道他們在那邊久了 寫了很多的信 看了也覺得難過 85歲的先生又渴血等等 趕快把他們帶回台灣 不過你講那個85歲 他為什麼沒有日本 為什麼沒有醫療人員 進坐到這個船上 我正要講 就是剛剛那位85歲的先生 已經有醫生上船了 如果上船 給藥就給他投藥 但是應該他應該就是用隔離床 而不要用負壓的 因為你很多負壓床 沒有辦法在非醫院的地方 你在野外的地方 或者在這種船上 你可以用個 每個人大概隔個1.5公尺 到2公尺 一張床 所有有病的就在這個位置 把他整個區域把他隔起來 然後由醫師的方面來給他 在該這個診斷 該怎麼治療 給他治療一下 應該這個不會再擴散了 如果說沒有 有人有意識在上面 然後大家還可以在一起吃飯 這個是有點 是有點講實在話 是不太對勢 對 因為這樣的消息 不斷的傳出 很多的外籍船員 也都跟自己的國家求救 所以 宏偉議員 對 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公主號 其實真的非常扯 因為現在日本對於公主號 他整個防疫 檢疫 然後把他們隔離在海上 事實上現在已經有 越來越多的國家其實提出質疑 因為過去大家都覺得 日本的防疫能力非常好 可是這一次針對 這個公主號的檢疫 顯然他們檢疫能力大有問題 當然因為昨天又傳出說 他檢疫人員都感染了 就是說他們有沒有 遵照原來的SOP 可是如果像以我們來說 這個保平信號1700人 我們在非常快的時間之內 全部完成檢疫 然後讓他們下船回家 然後再做自主隔離 3700人 這個鑽石公主3700人 為什麼這麼多天 都沒有辦法完全做成檢疫 你知道還有這個 因為我們有一個魔術師 你有沒有看那魔術師 他嘴巴都長滿泡疹 這是免疫力下滑了 對 因為你免疫力下滑 你知道我還看到 就是有外籍 應該是美國籍的夫婦 他們也在投書 說什麼 他說因為船上 連補給品都非常少 他說他們看到那個衛生紙 新補給的衛生紙 他說像看到鑽石一樣 因為衛生紙不夠 他們那個用濕掉的衛生紙 還在房間裡面拿吹風機 把它吹乾再重複使用 所以你就知道 他們整個的衛生環境 跟條件非常差 所以我覺得今天 如果我們將心比心 如果是我們自己 或者是我們的親戚朋友 在內燒船上 你會如何的交集跟心急如焚 你會如何希望我們的政府 能夠有積極的作為 但是我看到謝長廷 他就在臉書上 PO了一大堆 每一個字我都認識 把它全部加起來之後 那到底具體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 就是你講的 只有兩個字 尊重 尊重日本政府 然後我覺得他更扯的是說 你知道嗎 又開始謝哲了 不是我不夠力 你看美國 這有可能美國 也沒有什麼積極的作為 我不懂 你在這個時候去扯美國幹什麼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幹嘛 我們的台積旅客 要寫我們的求救信 寫到我們的總統府 他寫給川普比較好吧 對不對 他乾脆寫給川普 他為什麼需要寫給蔡英文 所以你不要扯這些東西 我當然知道 我們有很多的對外的交涉 我們瞭解 我們有一些外交上的困境 說實在在這一次裡面 外交部表現的 真的是荒腔走板 這裡面包含菲律賓 前兩天發生的那個菲律賓 不是也是一直變變變 然後一直被人家打臉 所以說還說 這個訊息是不對的 假新聞叫人家道歉 最後才發現自己完全蒙在鼓裡 完全在狀況外 所以你今天在外交的 整個的 你的對外的交涉裡面 其實我覺得 謝航廷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看不到 我看不到 你是真的很積極的 在為台積旅客去做交涉 老實說我覺得現在 我們甚至可以跟日本政府 提出來 我覺得現在各國政府 大家都不要再講 什麼面子上的問題 日本人為什麼不能夠簡易 因為全部我們在戰士公主號上面 一共是22位台積旅客 有一位的已經確診 他現在到醫院裡面 去接受治療 還有21位 這21位有沒有接受檢驗 都有問題 因為他在船上就是說 比如說你夫妻 那個太太得了 先生就要求我應該被檢疫吧 他說沒有 因為你沒有症狀 所以你不用被檢疫 所以他們在船上的人都嚇得要死 你知道嗎 因為你連被檢疫 都沒有辦法被檢疫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派出21個人 現在剩21個人 人數並不多 若以我們這個保皮信號 我們的檢疫的效率來講 我們是不是可以 帶一批的檢疫人員 先對我們 我們跟日本政府講 我們先減輕你的負擔 然後我們這21人 我們來檢疫 對不對 我們來檢疫 如果他們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就把他們載回來 我們用專介方式 我覺得也可以載回來 真的不要讓人家在裡面受罪了 現在最新的訊息 我剛剛看最新的訊息 日本人准許三種人 可以先下船 一個是80歲以上 小人 另外一個好像是 你有其他的疾病的問題 慢性病的 另外一種就是你坐在 你是坐在那個艙等是密閉空間的 也就是說你坐的艙比較差的 因為他本來就是中央空調 很容易反而加速的感染 所以我看到也有我們過去的 這個疾管局的 我忘記他的名字 他就在臉書上說 日本人簡直把這個公主號 變成海上的火神山了 就是說你這個是很容易群聚感染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我們能夠有積極的作為 不要一直告訴我尊重 尊重 尊重我們台灣人 他們真正的聲音好不好 他有 他有發臉書 我也都去看了 因為他發得很長 我們還很認真去看 但是說實在 真的看不出來他要幹什麼 就是禮拜一的時候 有成立專案小組 然後第二點他說 我們要去了解台灣人的需求 第三點他說 我們會密切注意相關訊息 這些其實我覺得 好像跟我們做得差不多這樣 而且謝堂廷在最後一段 他還幫日本政府講話 他說如果按照日本政府 有人如果確診 他們還要給他醫療費用 這對日本政府也是很大負擔 所以對於每個國家 如果要把自己的僑民接走 對日本人也是解脫 但是日本沒有這樣做 因為日本要盡視世界的責任 他認為防疫是不分國籍的 謝堂廷 謝堂廷還在幫他講話 但是實際上大家都非常清楚 日本在這件 鑽石公主號這個事情 是被大家罵翻的 包括俄羅斯也在罵 台灣的防治疾病 我看到機管局的前副局長 也說日本真的是有愧 過去一個檢疫大國的 這樣的一個聲明 所以只有謝堂廷 這個駐日代表幫助得住 還在幫日本講話 所以拜託謝堂廷 真的拿出一些破例出來 好好的交涉 不要什麼東西都找一個藉口 然後就不作為 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現在政府都是這樣 比如說剛剛 黃偉姐講菲律賓的事情 現在菲律賓很多 像國民黨的立委 就主張說我們應該強硬一點 現在他不讓我們的遊客入境 我們也可以有別的方式反制 對不對 我們去菲律賓要簽證 菲律賓到我們這邊是免簽 至少你可以先取消免簽 變成對等 其他大家再來談判 政府就說不行這樣子 因為菲律賓也不是他們的問題 是因為他們受到對岸的壓迫 所以問題在對岸 不在菲律賓 我們不要對菲律賓 所以我們什麼事都不用做 是這樣子嗎 其實政府做一些事情 還是有助於改變 比如說越南這件事情 越南當初不是一樣嗎 也是把台灣列為 就不能進入到越南的國家嗎 結果後來外交部不是去交涉 不是成功了嗎 所以你去交涉 你去做事情 一樣是會對這件事情有進展的 同樣道理在日本 這個鑽石公主號 像你真的要積極一點 不是在那邊等美國 我現在聽很多民進黨立委 都是這樣子講你知道嗎 因為美國最有能力 美國旁邊就有軍港 就有一個基地 派飛機去協員之後 台灣就可以依照這個來辦理 每個都在等美國 你不能夠比美國先做嗎 我們才20多個人而已 因為現在說實在 鑽石公主號上面的環境 真的是非常差 我們陸續每天都有 很多影片流出來 你可以看到他們很多人 還不能夠洗床單 然後就是裡面都 衛生條件都非常差 你不要說得到新冠肺炎了 搞不好你還會 因為衛生環境太差 染其他疾病 我覺得那種憂鬱症 或因為壓力太大造成免疫的失調 那都會出聲 多謝你 台灣真的使不上力嗎 雖然說台日友好 你可能對日本沒有辦法完全強硬 但難道沒有一些 軟硬兼施的做法嗎 其實剛才說什麼台灣沒有做事 其實成立這個專業小組 就是為了做事 就是在東京那裡 成立專業小組 然後去跟日本政府協商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日本政府這一次在防疫整個上面 不是我在說 就是真的是 也是全世界各國都已經認為說 日本在這方面沒有做得很好 也有人是歸因說 可能他們以前沒有SARS的經驗 相較之下 台灣雖然說不在國際組織裡面 台灣雖然說受到了各種的 國際政治的打壓 但我們這一次在防疫 至少到目前為止 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們盡力的在與日本政府交涉 可是日本政府在 這一次在這整個武漢肺炎上 好像就是慢半拍 好像就是一直在狀況外 我覺得這其實是也讓人覺得 非常非常有遺憾 當然作為台灣政府 我們就是繼續去交涉 然後繼續去想辦法 20幾位國民 我們怎麼樣好好的保護他們的生命 怎麼好好的保護他們的健康 可是目前感覺沒有進度 而且這個時間一天拖過一天 這個船上這些台灣人很恐慌 都很怕明天輪到自己確診 絕對會恐慌的 就是我去郵輪 我們已經預計說 我們完回來要回家了 然後結果被關在船上 一關這麼久 然後而且一直有 各式各樣的確診的消息 所以我覺得這個日本政府 真的是沒有做好 其實包括說台灣 我相信美國一定 400多個人在船上 而且又更對日本使得上利益 一定也是不停的 在跟日本政府催促 可是日本政府這一次就是 就是我真的是覺得 所以我們也拿日本沒辦法 我們也拿日本政府沒辦法 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力 再去溝通 然後再去想辦法 再去讓日本政府能夠理解到說 我們是想要好好保護我們的國民 而且他們這樣子的 他們的能力沒有跟上 卻會害到其他的人 好 不過憲哥你怎麼看 就是感覺上台灣政府 這一次真的是有在溝通 也成立了專案小組 可是感覺上怎麼還是卡住了 這個是一個同理心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一條船 已經變成一個病毒的鐵達鱗了 它總有一天就是會撞到冰山了 如果說以今天日本 這樣的一個態度的話 我們對日本過去的醫療水平 是非常的失望 另外最好是死一個美國人 死一個澳洲的 我跟你講 日本的壓力就來了 反正現在不會死人 反正死的都不是日本人 這沒有辦法 有時候你看這個日本 從來沒有看過這一次的 它的防腔左板 以及那個落策的 它第一個 它的整個防疫措施 比台灣慢了將近兩個禮拜 另外對這一條船 所有的 不要說今天我們在座的專家 任何人都知道 在船裡面 密閉空間裡面 那當然會群聚感染 這用大宅太多 用膝蓋太多 這就要用專家 日本不專家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這次日本的整個做法來講 真的是讓全世界 真的是看得不少 但是他現在來說 台灣只有22億而已 就像大家剛才貴賓說的 你就跟日本說 我就要派飛機去七次了 你不給我接 不給我接 那你要給我負責 萬一如果我的中華民國的國民 在那邊有一個人 因為這樣子而怎樣的話 你日本政府要負權責 我們可以召開國際記者會 我們把日本政府的蠻憨 把日本政府的一個 他目前對這樣的疫情的一個疏忽 以及對這一些這麼多人 三千多人的一個權益 完全都自知不管 我們把它數字國際 我們不是跟日本很好 我們現在全世界 跟召開一個國際記者會 所以日本會撞得住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你要用另外一個方法 當然我現在是覺得 如果美國人最多 美國人死一個兩個 日本的壓力就來了 我們說真的 當然這個想法是不應該的想法 但是日本現在就是這樣 然後那個家族 進來的 側大利 我們都在壓力 進來的 他們在抱費 這個官司 進來的 進來的